谁还没有位置坐的 赶快去拿你的椅子 没有音乐教室 椅子把衣摆穿堂 就成了孩子们的音乐殿堂 这里的孩子大多单亲 许多学习商的问题要解决 校长想用音乐改变他们 找到了牧师刘哲如 他就先提供我们学校 80把的小提琴 让我们的孩子练习 一个礼拜三次 每次两个半小时 然后带着三个童工 来我们学校帮我们教授 小提琴 有了琴却没有普架 只好将普贴在身上 没有椅子没关系 坐在地上照常练习打拍子 一年半了 孩子终于可以站上表演的舞台 小提琴让我变得很有自信 因为妈妈在台中 然后想要演奏一首曲子给她听 让她有一个惊喜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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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全校六十几个学生 要上台表演 校长说一个也不能少 有阅读理解障碍的杨柏林 认真学试谱 希望你要我家的看到 我上台表演很厉害 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 小朋友是 他的发展是无限的 只要给机会 牧师的爱让这群孩子 有机会走进音乐的世界 视野变宽了 也发现自己有能力 勇敢追梦 大约是我们坚持珍珍瑞萍 评论报道